哗啦哗啦 大雨夹带泥沙土石 从屋顶狂泻而下 惊悚泥流瀑布 出现在南投仁爱秦爱村 当时大水从高处湍急向下 直接冲破窗户 灌进民宅 淹没客厅和房间 居民不得已 只好站住压设 苦不堪言 南风村则有土石流 从阶梯一路向下冲 淹水超过小腿 一名83岁奶奶 当时在一楼睡觉 被三名附落年轻人 踹门就出 鱼记犹存 很害怕 第一次的 而位于南山桥旁的 仁爱乡农会供销部办公室 也惨遭土石流入侵 监视器拍下惊悚瞬间 大水狂冲越涌越多 再慢个几秒就恐没命 农会员工惊险逃生 我们那天从来没有 经过这么恐慌过 法治村新武界桥 则溪水暴涨 冲击桥墩 桥面凹陷裂开 无法通行 桥一直有那个撞击的声音 很大声啊 大哥 你们困几天了 仁爱乡物设水库 则有获救事迹超感人 三名男子受困头八十三线 挨饿两天 沿山坡走到水库边 没想到远景出勤救援 赫然发现救出的其中一人 竟是自己爸爸 看到才知道 是我叔叔和我爸爸 他们小吓到 恐怖土石流 土地不堪负荷 重创居民家园 一幕幕都让人看了 胆战心惊 记者曾文详 王沙涵南投采访报道